有人说,香港到底有什么好? 喧嚣的街道,拥挤的人潮,下不起的管子,买不起的房子, 大家窝居在林立的高楼中,难得见到头领上的蓝天。 也有人说,香港有什么不好呢? 近在支持的商超、影院,从不堵车的高价、立交, 深入人心的排队文化,乐意助人的香港市民。 有时你去问个路,居然能把你直接送到目的地。 香港到底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呢? 从小渔村到国际金融中心,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, 从铁皮屋到摩天大厦, 狮子山下的香港人创造了一个个白手起家的传奇。 大家熟悉的迪士尼、中环、维多利亚公园 都是从无到有被添出来的。 70多平方公里的天海面积, 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香港岛。 香港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, 这里可以飞往全球165个目的地。 全球百大银行中,80多家在香港有业务。 投资A股的国际资金有70%进这里流入, 香港还是中西文化的汇催之地。 佛丹、圣诞、云兰节、端午节等都是香港的法定假期, 连印度的排灯节都是香港的非议项目。 香港是个移民城市, 客家人带来鸿圣信仰, 潮州人带来了云兰盛会, 佛丹人叶问弘扬了永春泉。 众多传统记忆、习俗、节庆在香港扎根、传承, 其中有些甚至已在内地试传, 比如打小人和气旁搭建记忆等。 香港是个自然友好型城市, 24个郊野公园占了香港四分之三的面积, 备受航山客推崇的龙籍可以漫步海中央的连岛沙洲。 藏在大雪里的天空之境, 都是远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。 上百年历史的维港渡海勇, 更是市民亲近自然的一大盛世。 这些连接了中国与世界, 传统与现代, 人类与自然的特质, 以及一代代港人的努力拼搏, 成就了这个东方之珠的辉煌与传奇。 2024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, 香港必将在绚丽的烟火中, 绽放出新的传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